綜合網媒報導 20歲土耳其女孩艾瑟在泰基爾特省一間省立醫院工作 她和同事相處融洽 但在她工作了近一年 開始露述馬腳 醫院其他醫生發現 她幫病人體症的過程跟他們有不同 她又回答不到專業的醫學問題 而且她報稱在卡帕醫學院畢業 但就不知道學院大屬醫師坦布大學種種疑點 令同事對她的身份產生懷疑 並向醫院高層舉報 最後揭發原來她只是高中畢業 利用虛假文件到醫院認證 警方以涉嫌違反 醫學實踐法等罪名 將她逮捕 她媽媽對女兒被捕一事感到難以置信 因為她看到女兒在手術室和同事工作的合照 又透過視像看到她在手術室吃飯 又和其他醫護人員在一起 所以從來沒有想過她並非真正的醫生 原來因為家人一直想她讀醫 以為她會以優異成績入讀大學 但她高中畢業後就考不上大學 為了不令家人失望 她說謊說成功獲得大學六槌 並且就讀醫科 但隨著時間過去 她唯有用一個謊言 及一個謊言 還偽造畢業證書和醫生執照 憑這些假證明文件獲得醫院聘用 所以記得看待在這幾個月 然後再給我一步 我請你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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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看 我請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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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你來看 我請你去看